我们全班都穿越到古代了 班草成了太监 学渣成了太妇 学习委员成了花魁 而我 穿成了即将被砍头的贵妃 皇上大笔一挥 蔡贵妃献上红烧肉 正不喜昏心 斩了 我搅着手帕莺莺 我可是主角啊 怎么一开始就被嘎了 关键时刻 太后班下一纸就场 我定睛一看 吴胡 太后竟然是班长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穿成贵妃后 我摆烂了 本人姓蔡 名副其实的蔡 能躺着我绝不坐着 能坐着我绝不站着 穿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享受生活 我把所有的金银珠宝 都拼命往身上套 恨不能生出酒枝 手去戴镯子戴戒指 就在我悠哉悠哉 喝着柜子花茶 用着仙草芙荣膏的时候 我身边的德利大太监 默默来到我身边 奇怪 他看起来怎么这么憋屈 我摆摆手 给本宫添心茶 大太监造反了 他一把掀了太监帽子 脸气的发青 你看看我是谁 世间新鲜事很多 今天的头等一件 便是海王穿成了太监 我的目光向下游移 憋不住笑 意犹所指 海王 你不会真的 海王咬牙切齿 菜摇 信不信我撕问你的嘴 我同情地点点头 拍拍手叫出了我的贴身大宫女 大宫女正抱着一堆橘子 吃得正欢 翘着二两腿 好不自在 我更同情了 我的大宫女 你的前女友之一 小雨也穿来了 从此 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了 小雨看见海王 就气得牙痒痒 混蛋 我非得往你那里再踹几脚 海王抱头痛哭 仓皇而逃 我与小雨对视一眼 笑着一起吃起了橘子 忽然有太监叫我去御书房 说是皇上想要见我 我猛着头去了 猛着头领了一张圣旨 大概就是说 蔡贵妃你明知道朕不喜欢心 还偏偏挑红烧肉送给我 奇形可诛 斩了 冤枉啊 这红烧肉是我穿越之前 原本的贵妃送上去的 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哆哆嗦嗦跪下 企图为自己求情 请皇上开恩 要不 臣妾把红烧肉都吃了 皇上沉默了很久 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 你 想 得 没 就在我以为一命呜呼 开局急嘎的时候 太后的一指到了 宣旨的小太监乌拉拉讲了一通 大概就是 挨家看蔡贵妃这个孩子很喜欢 不如让她来慈宁宫 陪挨家看书写字啊 得累 我立刻又精神了 我带着海王和小雨 三跪九寇的谢恩 转头脚不沾地 以极限速度奔去慈宁宫 太后 好人啊 慈宁宫 安全屋啊 我 海王 小雨 三个人刚看到太后的脚 就齐刷刷跪下磕了想头 我们仨感激涕铃 谢太后大恩 太后哈哈大笑 爱图请起 不如多刷几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来孝敬为师 我在太后 班主任手里度过了一段 惨绝人寰的生活 天杠梦梦亮 我 海王和小雨 就开始投悬梁追刺鼓 一边困得睁不开眼 一边凭着机械技艺 被满江红 做高考必刷题 每天 我们仨都要围着慈宁宫淘草操 老班在旁边喝着茶 十分欣慰 不错 每天锻炼半小时 健康生活九十九 对此我们几个曾严肃提出抗议 太剥削了 我们都毕业多久了 老班还让我们每天刷高考必刷题 海王这个大聪明曾揣测 会不会老班深谋远虑 自有他的道理 老班微笑 为师只是职业并犯了 忽然有一天 有个大将军指明要见我 我非常紧张 不会吧 不会吧 他之前和我有一腿 还是看上我了 那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小雨非常无语 义正言辞 那是你爹 哦 这样啦 我失望的摇摇头 甩台脑子里 给狗皇帝戴绿帽子的美好幻想 没想到刚见到我那将军爹的那一瞬间 我就跳了起来 我揪住那人的衣领 一下子就和他扭打在一起 我的脚死死放在他的头上 居然是你 真是阴魂不散 还想当我爹 那人死死搬住我的腿 让我动弹不得 你以为我稀罕呢 你干过的缺的事还少啊 上次买辣条 还少给我五毛钱 上上次 你把我最喜欢的橡皮 割走一半 我气疯了 你少颠倒黑白 你还把我最喜欢的裙子弄脏了 你没带试卷 结果我替你背黑锅背老斑骂 我这次差点被砍头 也是你的手笔吧 五大三粗的大将军文言 忽然停下了手 扭扭泥泥地撩了撩头发 不自然地说道 我来就是想说这个事 我只是想小小抱一下仇 绝对没想要害你啊 谁知道狗皇帝这么心狠 狗皇帝说不喜欢心 可我明明看到过 他在小厨房抱着一只油汪汪的糖醋肘子 大块朵頤 说到底能这样坚决杀我 无非是我的将军爹 数大招风罢了 而线下我的将军爹 却被我的死对头 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张宁宁 占据了身体 张宁宁轻轻嗓子 开始犯贱 说起来 你还没叫我一声爹呢 我皮笑肉不笑地 领她去见老班 好姐妹就该一起背满江红 在慈宁宫苟着的第十天 我忽然被老班告知 有任务在身 老班一脸严肃 这是所有人的任务 我胆战心惊 什么任务 明明已经大学毕业很久了 在被高中班主任谈话 还是心惊肉跳 老班笑笑 也不难 我的心放下去半分 也跟着嬉皮笑脸起来 老班接着说 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 重建盛世就可以 我的嘴角抽动 您 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老班看着小雨和海王在拌嘴 一脸慈爱 不慌 为师帮你布局 他拿了一支毛笔勾勾画画 我们班三十人 全部穿越了 有十个分部朝堂 有五个分部后宫 有八个散步商户 有五个宫庚田野 有一个穿成了婴孩 还有一个穿成了狗 老班眼睛精精亮 充满西迹 主线任务是重现盛世 支线任务是活着 你们都是有真材实学的人 及一般之力 一定可以扭转局面 为师相信你们 我沉重地喝下一口水 与海王 小雨 张宁宁对视一眼 交换出了信息 你行吗 我不行 好的 摆烂吧 就在我们四个仰天长笑 绝望地吃着橘子时 一声响亮的大喊 冲破云霄般 直顶顶冲我而来 你啊 我惊得礼日打挺坐了起来 橘子半都差点滚落 一个五六岁的奶团子男孩 熊啾啾气昂昂地跑过来 百米冲刺扑在我身上 抱住我的腿 我简直要哭了 我居然喜当娘了 我看向张宁宁 海王和小雨 带着一点希望 明知故问 这是你们的孩子吗 他们撒头摇得比波浪鼓还欢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尤其是海王 甚至颇为自得 看了一眼裤裆 不忘了饭剑 贵妃娘娘 奴才不行 我欲哭无泪 哆哆嗦嗦地抱住小男孩 嗨 我是你娘 嗨 I am your mother 好戴儿立刻告状 指着身后气喘吁吁 飞驰的一个人影 毫不委屈 娘 太傅水平不好 不能教袁启了 甜言儿子 袁启小小声地说 太傅的字 都不如袁启写得好看 就连出师表都不会背 我尴尬地望向 刚赶到的太傅 老班已经眼神喷火 摩拳擦掌 蠢蠢欲动 好巧不巧 教袁启念书的太傅 正是当年坐在后排 挨着垃圾桶 呼呼大睡的学渣 学渣太傅说 我带着海王和小雨 狗狗碎碎的 跑到衣食店偷听 班长丞相率领众人 乌鸦鸦的下跪 群臣逼鸦 霸朝相逼 班长言之凿凿 皇上 卯是上朝太早了 臣等吟时 就得就得在五门外等候 实在是摧残身体啊 学渣太傅悄嘲囊 就是就是 半夜三点就得到五门 我干脆在五门打地铺算了 张宁宁川城的将军爹 一脸严肃 臣以为午膳后正适合早朝 最好是上一天休六天 带心休假 狗皇帝气得脸红耳赤 钟爱卿要反了吗 班长丞相脸不红心不跳 一脚将可怜无辜的学渣太傅踢了出去 太傅他愿意死见 学渣太傅哆哆嗦嗦地抱住柱子 颤颤巍巍地撞了上去 头还没挨着柱子 他立刻装晕嘎蹦 躺在了地上 事后我曾问过学渣 老班不是让我们拯救世界吗 你们怎么抗议 修改上班时间了 学渣一脸严肃 义愤填膺 与其拯救世界 如先拯救半夜三点上班的我 然而狗皇帝不要脸 他在重臣抗议下 风淡云青的转移话题 近日镇新得了一个美人 四居集美殿 张宁宁带着狗胆 皇上那上一休六 带心休假的事情 皇上笑得十分和蔼 风好大震听不清 班长丞相再次努力 将军说的是上一休六 带心休假的事情 狗皇帝皮笑肉不笑 什么 爱卿想要被砍头 这是张宁宁第八次露出 想要叨了狗皇帝的念头了 他一脸严肃 半夜三点 三点到五门啊 凌晨一点 我就得从家里走 菜摇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酷刑吗 惨无人道 我吃着橘子 刷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三 三日半存合必恋 下一句是什么赖证 征书十道及公更 有一道声音对达上来 我下意识寻声望去 看见一个女子小跑着 冲我扑过来 我就说嘛 这么有文化的声音 绝对不是张宁宁的 学尾抢过我的橘子 一边狂塞 一边嗷嗷大骂 狗皇帝活该千刀万剐 我在舞方跳得好好的 当花魁混得风生水起 卖一不卖身 赚得盆满钵满 他硬要我进工作美人 今晚还要睡我 张宁宁目露金光 伺机而动 抛出橄榄枝 欢迎加入刀狗皇帝联盟 当晚的学尾 拿了根茄子放在裤裆里 他看着笑着春风荡漾的皇帝 咳嗽一声 搓着嗓子 一本正经 皇上 臣妾其实是个代板的 皇上脸上的笑容僵住 你你你 大胆 砍了 给朕砍了 学尾不慌不忙 拿出一刀一指 他故意含羞戴妾 太后喜欢我 已经将我要了去 皇上放心 我一定好好伺候太后 早日给您添的弟弟妹妹 当晚学尾被老班 罚超了八百遍满江红 老班咬牙切齿 我去捞你 你转头把我卖了 学尾细皮笑脸 我高三时被您冤枉带手机 君子报仇 果真是十年不晚 我一边喝茶吃瓜子看戏 一边犯件怂恿老班 八百遍怎么够 每天八百遍才行 没想到看着看着 自己的房子塌了 狗皇帝在学尾那里受了气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想起了我 点名要我侍寝 我不慌不忙 就说我来了癸水 小太监苦着脸 皇上说来了 癸水也要见您 我大惊 好变态 求老班救我一条狗命 拖住狗皇帝 大恩不言谢 明天我必定刷五十夜高考必刷题 我放下橘子 慌不择路地逃跑 却没想到不熟悉地形 一头扎进了宫女太监的茅厕 我捂着鼻子闭着眼 忍耐再忍耐 决心要熬过此节 娘 你在出宫吗 没想到我的好大儿圆启突然出现 清脆的声音平白地滑破 寂静深夜 让我的心颤颤又油油 我赶紧拽着她一同蹲在茅厕后面 不许说话 圆启善解人意地看了我一眼 小小声 娘 傲力给 加油努力 拉屎要用力 拉不出来没关系 至少放个屁 我震惊 谁教你的 圆启一脸天真 太富 造孽啊 就在我终于捂住圆启嘴的时候 突然一阵狗叫传来 汪汪汪 我再次震惊 圆启你什么时候还揣了只狗 圆启摸摸狗头 刚刚在御花园捡到的 汪汪汪 汪汪汪 狗肺不已 再这样下去 恐怕会被狗皇帝发现 我沉思片刻 看向身前的茅厕 这狗生是饿了 去茅厕开饭吧 我捂着鼻子 耐心劝说 很香的 圆启像看变态一样 沉默地看着我 菜肴 菜肴 忽然听见 学尾低声呼唤我的名字 他带着海王和小雨 找到了我 我赶紧招招手 顺带支开了圆启 皇帝走了吗 走了 海王不愧是海王 发挥了八个前女友们 盘跟错节的关系 轻松认权了 穿越过来的全班同学 海王喘着粗气 接着嗓子 手翘兰花 还差笑爸一个人 怎么都找不到他 这狗又开始发疯 小白狗一个 脾气倒不小 我一边顺着狗毛 一边默默吐槽 这狗还挺讲究的 都不吃屎 小白狗几乎要把我咬碎下肚 在熊熊喷火的同龄狗眼中 我忽然想到了老班的话 还有一个穿成了狗 穿成了狗 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 似乎都反应了过来 大家都沉默地看着我 预预式 想把小白狗送去茅厕的手 我欲哭无泪 看下我怀里 吼天吼地的恶犬 对我们进行了 疾风暴雨般的教育 主线任务是重现盛世 不是废除澡罢 我们一个个缩着脖子 跟安蠢一样听讯 只有小白狗字牙咧嘴 表示不服 汪汪汪 穿成一只狗的怨气有多少 恰似小白狗的杀气灭天地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 逃离被老班 唾沫心子淹没的噩梦 我们几个脑子一转 大手一拍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把狗皇帝搞垮下台 由我们发号施令 心愿皇帝的人选 我们思考了很久 学渣装死 班长装龙 小雨哼歌 张宁宁抠手 学尾看天 小白狗汪汪汪 只有海王看着自己的裤裆 痛不欲生 仰天长笑 我倒是想当皇帝 但是我有心无力 身体不争气 不能坐享其人之福啊 小雨一记扫堂腿 精准扫中海王裤裆 海王惨叫一声 呜呼倒下 正在我们为烫手山芋发愁的时候 元启的声音忽然出现了 我想当皇帝 我的老天爷啊 我们这些大逆不到的话 元启究竟是什么时候听到的 我哆哆嗦嗦 儿子你说啥 元启智能又坚定 把狗老爹搞下台 我要当皇帝 我看向学渣太富 你教他谋反 学渣太富头甩得跟波浪鼓一样 脸上的肉都被甩得急速颤抖 不不不 不是我 元启的眼神清澈 狗老爹在其位不谋其事 贪恋美色 好吃懒惰 天下苦他久矣 元启想做皇帝 做民君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不愧是实干派 当晚 我们反了 老班太后慈眉善目 邀皇帝前来喝茶 一续母子勤奋 狗皇帝喝了茶昏昏大睡 醒来后 已经被我们关进地牢 张宁宁率领十万将士 逼宫了 海王和小宇 亲自为元启戴上金冠 热泪银矿 见证历史 班长丞相率领重臣 对着元启 起声高呼 臣等恭迎新皇 我穿戴上太后的服饰 母瓶子贵 就在我激动哆嗦地去服老班 应该是太皇太后的时候 太皇太后突然翻脸了 太皇太后脸色铁青 中气十足 怒不可恶地指着我 妖女 挑唆皇子 霍乱潮心 断不可留 我惊了 老班完叠中叠呢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怒发冲冠 平澜处 潇潇雨歇 太皇太后冷哼一声 少拽诗词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肯定没看过你训 侍卫已经拉着我的胳膊 像死鱼一样将我往外拖了 我使劲突腾 挣扎着大叫 绝望地高喊出老班的名字 孙秀兰 太皇太后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没有反应 完了 彻底完完了 我最大的守护神 整个班最强的诸葛 老班孙秀兰又串回去了 听说是缘起为我求情 又甘愿领罚 我这才免除死罪 被打入冷宫 篡位的皇子 本该是杀头尽天的 但是狗皇帝从地牢出来后 就吓破了胆子 要留不已 抖如筛康 内须外弱 居然没了生育能力 太后痛心疾首地 看着独喵喵元启 干脆大手一挥 索性让元启继续登基了 太后和狗皇帝退居二线 享受退休生活 一个成了太上皇 一个成了太皇太后 而我们其他人 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我 学尾 海王和小雨琪琪 被打进了冷宫 班长丞相挑唆成心 隔职还乡 张宁宁率军造反 齐心叵测 择日问斩 我看着冷宫蓝蓝的天 扣着冷宫坚硬的泥巴 不禁感叹 人生果真是 齐齐落落落落落 海王和小雨 叼着狗尾八草 互相拳打脚踢 学尾不知道 从哪里扯出一块红绸子 对着冷宫里 光秃秃的梨树 翩翩起舞 他十分陶醉 嘴里还唱得念念有词 我是小蝴蝶 飞在山林间 手打小蜜蜂 脚踩扑轮鹅 我沉默地欣赏 噼里啪啦的鼓掌 学尾很振奋 歌声很动听 舞姿很优美 我竖起大拇指 你很自信 很有勇气 汪汪汪 就在学尾想要杀我灭口的时候 小白狗从院墙一跃而下 嘴里闲着四个小兜 打开一看 是四个热乎乎的馍馍 呜呜手里有个热馍馍 比什么都重要 我热泪盈眶 两手就把笑疤丢出院墙外 好狗 再去找些吃的来 最好来吃烧鸡 小雨嘴角抽动 你也好狗 没等我把热馍馍吃下肚子 元起的赵令就下来了 大概就是说 娘啊我想你 没你我不行啊 我立刻喜滋滋地带着学尾 海王和小雨 准备开始西飞回宫模式 没想到守卫拦住了学尾 他满嘴谎言 毁了太皇太后轻语 不该与您同行 我沉痛地拍着学尾的肩膀 你就倒是在这练武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接你出来的 学尾含着泪点点头 深情地拥抱我 感动得无以复加 菜肴 我相信你一定会靠谱的 但是没想到 我这次赶赴的 却是红能艳 太皇太后不屑地看着我 你虽是元其生物 但是一肚子鬼怪心肠 哀家无法信你 也不信你看为太后 我低下头 外表唯唯诺诺 内心破口大骂 太后继续说 不过哀家也不想 落个刁难你的话头 太父出了道西式难题 说是家族秘心 唯有真正德才兼备 从会非凡的神女 才能破解 太后自信一笑 哀家今日就给你这个机会 若解出来 既往不救 若解不出来 心仇旧恨一起算 我颤颤巍巍地 接过那道神圣的秘心 深吸一口气 紧张地将承载 我命运的纸条读了出来 阿里嘎多美洋洋桑 如果你不能密西 那我就不能拉几 沉默是今晚的康强 我默默地看向 冲我几眉弄眼的学渣太父 猎杀时刻 这把吻了 太后看我不说话 哈哈大笑 打不出来 爱家就知道 那就砍 我打断了他的话 脸不红心不跳 这话是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顺天意而为 方能长久 太后摇头 听不懂 我翻译 就是说你不能砍任何人的头 尤其是凹带宰的张宁明 尤其是我爹的头 太后恼怒的看着太父 爱亲 她说的是真的 学渣太父点头如捣算 真的真的 比真金还真 缘起求情 祖母 我娘其实真的很好 太皇太后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反手又送上一张图纸 静明宫内有一处木桥 无故断裂 被青天间说是不祥之兆 你可有方法能解 巧了这不是 我大学专业建筑学 从业已经五年 一处断桥 信手掩来 我拿着毛笔勾勾画画 拼接样式太过脆弱 若能改成舍弃木桥 该骑石桥 采用拱桥样式 会牢固很多 我善解人意的笑笑 当然 清零殿的木桥 我先前去看过 是有重力是咬木桥 桥体受损 冬天水冻而胀裂 当然会桥身断裂 海王叹为官职 认真的女人好美 我笑笑 小太监别太迷恋结 结只是个传说 太后狐疑的看我一眼 又看看图纸 这都是你想的 我点点头 不吐不快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整个皇宫有些地方 修建的都差点意思 就拿冷宫来说 怎么能坐南朝北 一进去就是阴冷的 连点人气都没有 院子里空空荡荡 只有一棵梨子树 小雨悄悄掐紧我 从牙缝里憋出来提醒我 快别说了 你可没有看30秒 广告复活的机会 穿过来这么久 终于享受到 把穿越女的待遇 由于我的超长发挥 我容生太后 我没忘记老班的嘱托 开始教导袁启 对她进行洗脑教育 而啊 你要统一全国打到欧洲 打遍世界无敌手 让全世界的人都说汉语 改年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人感激你的 而啊 底下贪官屋利多啊 百姓民不聊生 一定要让贪官落马 老虎苍蝇都要打 我交给袁启一份名单 这是班长丞相 被革职返乡之前 写下的朝堂中 所有的蛀虫名字 我没忘记张宁宁的心愿 而啊 上一休六 薪资翻倍啊 最重要的是 给为娘长长月钱 袁启背负了 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重压力 太皇太后多次 带着尿失禁的狗皇帝 来使绊子 她作为作福 袁启乖孙若不堪大任 哀家愿以垂帘听证相左 当上了太后 我就是骨头硬 我开启护崽子模式 阴阳怪气 隔行如隔山 我很难平 祝你成功吧 太皇太后气得鼻子歪了 冷哼一声回了宫 人起不愧是 从小当作最强接班人来培养的 登基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一步就是减免农民赋税 实行纳税比例制 钱财越多 纳税越多 公更于农母的五个兄弟姐妹 热泪盈眶 感激涕零 连夜送来了五大篓子 新鲜带泥的地瓜 我 海王和小雨 当晚就吃上了香香软软的 金黄烤地瓜 但这触动了 贪官豪主的利益 他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 想要集体抗议 给年轻的小皇帝施压 后来听说 这件事居然不了了之 好像是豪强中的大头头 有个上在墙堡中的孩子 那个婴孩有一天 忽然鲤鱼打挺爬起来 挣扎着从墙堡里爬到桌子边 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晃晃悠悠拿着毛笔 歪歪扭扭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缘起天主 为者必死 这是轰动一时 民间传的沸沸扬扬 一时间缘起威望大增 都被认为是命定的真龙天子 然而这扑朔迷离的事情背后 真相也同样令人杂舌 我让海王带着小白狗悄悄出宫 与被扁的班长丞相会合 由小白狗婷婷秀秀 最终找到了一处富贵人家的小婴孩 这是当年我们班有名的臭神 上学那回 臭神半年都不洗澡 每次靠近 都像闻到发馊的肉包子 长久以往 已经烟入味了 小白狗夹着尾巴 靠墙狂吐 海王丢给小白狗一根骨头 在杨道 汪汪对立大功 他很荣幸 收获了笑霸小白狗 一顿狂肆猛咬 海王摇头感叹 怪不得我的第三个前女友 这么信誓旦旦 打赌说他绝对找到了臭神 方圆百里 都找不出第二个臭的 如此亲戚的人 我们有母有样 仿照了一出大楚心 陈圣王 但是没想到 班长看着臭神婴孩的粉嫩俏屁 忽然深情地埋下头身吸了一口 班长情绪饱满 同桌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奶香十足 海王和小白狗 一人一狗对视很久 双双实话 过了好久 海王才辅助小白狗 拖旧的狗下巴 喃喃自语 一晃这么多年 班长这鼻炎 居然一直没好过 毕业多年后 我们班所有人 迎来了一次 史无前例的大团结 我窝居在慈宁宫里 对着一达一达的图纸 用探笔勾勾画画 力证用最省力的人工 最简单的工艺 改建最美观结实的房屋 班长大学专业是旅游管理 她趁着隔职被贬之机 背起行囊 走遍高山远水 将各地美食美景做了大会总 带动了旅游业蓬勃兴起 为国库创收 张宁宁大学学的是师范专业 她抱着险些被砍头的脑袋 提着枪带着人马 杀到了各路书堂 她不教学生 只教夫子 张宁宁五大三粗地站在那里 抱着一杆寒光闪闪的红音枪 将全程所有夫子汇聚一堂 夫子们瑟瑟发抖 张宁宁和颜月色 有教无类懂不懂 英才师教懂不懂 不分男女 不分贫富 全部失灵小孩 通通接近学堂十字念书 今天本将军就给你们这些老顽固 好上一课 听好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巴弗洛夫的狗 桑代克的猫 斯金娜的老鼠 和班杜拉的宝宝 海王大学读的销售 他先是求元旗鼓励商业 减少对商户的剥削 废除方式制度 又跑到街市 凭借三寸不烂金蛇 帮助滞销的商户顺利卖光 滞销的商户感动落泪 大公公 您是恩人呀 海王听到大公公三个字 嘴角一抽 接着神采飞扬的李李衣领 哥毕竟还是个销罐来着 实在卖不动的东西 海王就会毫不客气地推到我身上 太后最喜欢这个 日日都要用 这一招他屡是不爽 每次都会被轰抢一空 于是长久下去 我被迫多了些莫名其妙的癖好 太后喜欢吃被鸟酌一半的橘子 太后每天都要用猴屁股一样的胭脂 一天就用一整盒 太后最喜欢挂灯笼 每天夜里都要抱着灯笼睡 我咬牙切齿 恨不能将海王发落慎行思 海王抛个媚眼 开始犯贱 太后品味独特 国往今来都是独一份 小宇研究生读的法律专业 她大刀阔斧 修订的第一条法律 便是不忠不争 三心二意者 歌以永志 海王背后发凉 以公私不分 滥用私权 小宇冷哼一声 大笔一挥 再加上一条 太监发情 与狗同罪 小白狗汪汪汪三声 怒气冲冲 小爸无声抗议 我没惹你们任何人 小宇不愧是法律专业的高材生 她费寝忘食 披心待悦 花了整整半个月 赶制出了一套严丝合缝的健全法律制度 小宇抚摸着厚厚一本法典 开始自恋 不愧是姐 学渣没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后就早早工作了 据回忆 高考答题卡上 她认认真真 写得满满当当 语文八百字作文 她绞尽脑汁 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你一定很有钱了吧 要记得去学校门口小卖铺 买上9981个弹珠和全套卡牌 再买上最爱的鸡蛋汉堡 在小学生面前一边吃 一边扔着玩弹珠 让他们羡慕死你 最好你能开个小卖铺 开在学校门口最好了 等老班 海王 菜姐 小宇他们来买的时候 你一定要十倍价钱卖给他们 狠狠宰他们一笔 哈哈 要记得进货的时候 进点自己喜欢的小浣熊饼干 百事可乐 脆生生 乐视原味薯片 炭烤中肉腐 麻辣牛肉干 手撕鱿鱼干 蟹黄瓜子仁 曲奇小饼干 脆脆椰子片 奶酪玉米片 芝士巧克力 自热小火锅 鲜榨芒果汁 学渣整整用零食名字 凑满了八百字 他心满意足地放下笔 感叹自己是个天才 接着睡到考试结束 睡醒却发现自己的口水忽了试卷 自己已经模糊不清 学渣痛定思痛 利用太富的薪资 在京城开了一家大型超市 从破乱扫着头到当即杨梅芝 稀奇古怪 他应有尽有 人满为贯 生意火爆 在促进人们消费的同时 又为百姓提供了便利 完善了基础设施 只是在我 张宁宁 海王和小雨前去消费时 我们近乎一只毛笔 卖给别人 只需要一贯铜钱 卖给我们 居然要五十两银子 海王咬牙切齿 奸商 学渣颇为得意 春风十里 我只宰你 他似乎想到了 他的高考作文中 十倍价格 卖给我们的狂言妄语 学渣感叹 哥能我不忘初心 归来仍是少年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在有条不紊的 走上正轨 公更于农母的兄弟姐妹中 刚好有学农和学医的 他们研究水土 因地质疑 很快带动一方经济 还凭借草药 大大拉低了死亡率 分布在商户中的兄弟姐妹 有的顺带学了非议技术 发扬传统文化 有的是学经济学的 他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以科学的知识为指导 促进商业蓬勃发展 而我们的小白狗孝坝 虽然不情不愿 但是在其他狗国的热情互换中 也顺利与狗群打成一团 他们摇着尾巴 一起走家串巷 一起汪汪汪汪汪 小白狗孝坝率领重狗 化身正义使者 专条登徒子 闲猪手 小贼小偷 大咬特咬 几十只狗一同发疯一样 超级狗狗 认真办案 他在法典上 再浓墨重彩地加上一笔 任何虐待小动物的人 就地打五十大板 我对这一切很是满意 老班教给我们的主线任务 都在慢慢落实 我教导我的便宜儿子 这些叔叔姨姨 你随便用 很好用 张宁宁咬牙切齿 是姐姐 张宁宁抢走我的橘子 孩子不能死读书 书堂缺个教琴棋书画 唱歌跳舞的老师 我嚎叫着虎口夺食 又抢回橘子 唱歌跳舞的老师啊 你去舞方碰碰运气 忽然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个伴着我是小蝴蝶 飞在山林间 手打小蜜蜂 脚踩扑龙蛾子 陶醉的翩翩起舞的人 手中的橘子音声落地 滚落出老远 我后背发凉 心虚不已 与张宁宁交换视线 你觉不觉得 我们漏了一个人 赶到冷宫的时候 学位已经气得鼻孔朝天了 院子里仅剩的一棵梨树 都被薅秃了几根枝子 我 张宁宁 海王和小宇干脆利落 扑通一声 便骑刷刷跪下 我抱着学位左腿 张宁宁抱着学位右腿 海王拉着学位左胳膊 小宇拉着学位右胳膊 我们嚎叫假哭 学位我们错了 学位皮笑肉不笑 学位我们错了 我们抱得更紧了 您大人有大量 饶我们不死 学位看着被我们抱得 严严实实的四条胳膊腿 咬牙切齿 再来个人抱着我的头 刚好凑够 把我无码分尸 他痛心疾首 老般附体 大骂特骂 你们知道 我等得有多久吗 你知道从天黑 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你们知道 我有多绝望吗 冷宫离树上 五十六条树枝 长的树枝二十五条 短的三十一条 他七七惨惨七七 眼怕阴阴阴 八天前 最长的那根树枝掉落了 我在冷宫 跳得都快把腰扭断了 如果不是守卫 按着规矩给我送饭 我早就被饿死了 小宇对症下药 及时出手 打断他的哀怨 要不要做舞师 教天下学子跳舞 学尾眼睛猛的一亮 点头如捣蒜 忽然又反应过来 凉起下巴 十分傲娇 你们得求我 我们立刻哀嚎 两岸元声提不住 求求你 求求你 跳舞最曼妙绝伦的人 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啊 学尾偷笑 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 如果用一个词 来形容如今的王朝 那就是蒸蒸日上 这个王朝军士 守备力量并不弱 反而是内里蛀虫一片 所以只需要对症下药 全班同学们 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 为各行各业 添砖添瓦 便可以使整个王朝 焕然一新 大不一样 但是刚稳定下来 还没喘口气歇歇 我猛然发现 事情的奇鬼程度 再次超乎我的想象 某天我正吃着橘子改图纸 看了人起批奏折 太皇太后忽然到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是黄鼠狼给击败年来了 我放下橘子 十分警惕 您来有事吗 没想到太皇太后 扭扭妮妮 躲避眼神 不自然的小小声说道 祠宁宫的偏院 有一处地方总是漏水 你去给哀家看看吧 我振奋起来 看向缘起 无声交流 看到没儿子 掌握一门技术 比啥都重要啊 我三下五除二 一针见血 房顶当初打造的时候 把缝就没有严死逆合 款式太老旧了 我给你设计个新的 太皇太后沉吟着开口 还有一件事 您说就好 太皇太后支开所有人 列列列扭扭 有个画本子 哀家有个朋友 一直找不到下半本 他一直为此寝食难安 哀家帮他找了很久 都没有头绪 听小宫女说 你有下半本 合着修房子是假 找小说才是真 我故意重复道 有个朋友 太皇太后眼神飘忽 没错 哀家有个朋友想看 绝对不是哀家想看 我了然于心 书名是什么 太皇太后十分激动 冒着惺惺眼 霸道王爷爱上我 我嘴角抽动 从库房里翻出这本书 送给太皇太后 当年的语文课 代表大学读了汉语言文学 毕业后找了家公司当文员 穿越过来后 他重拾当年梦想 不眠不休 结合本朝风土人情 因地制宜 亲手创作出连载作品 霸总文学的乡图版 霸道王爷爱上我 此书风里一时 横扫大街小巷 上至八十岁老太 下至妙龄少女 全部俘获他们的芳心 就连太皇太后 都没能幸免 我看着太皇太后 兴奋的样子 祝您的朋友看书愉快 第二天 太皇太后就眼圈发黑的 来找了我 他攥着帕子激动跺脚 说漏了嘴 艾家熬了一夜看完了 你认识作者是不是 快去帮艾家催更啊 手撕恶毒女配 夺回属于女主的家产 我尴尬善笑 您不是还准备垂帘听证吗 怎么能玩物丧志 太皇太后洋装恼怒 艾家那是下不来台吗 故意说的 艾家七老八十了 早就想撂蛋子享受人生了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快去催更啊 我继续试探 您不管你那个尿失禁的 太上皇儿子了 太皇太后叹息 一靠近他 艾家就闻到一股尿骚味 哎呀受不了了 可别提他 他神秘兮兮的凑到我身边 还是霸道王也好啊 宽肩西腰大长腿 耐心霸道会疼人 太皇太后足足和我 讨论了一下午剧情 几乎要把我榨干了 他最后郑重其事的得出结论 没有嫁给霸道王爷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人生 临走时 太皇太后还在三叮嘱我 一定 一定要帮艾家催更啊 我目送了太皇太后离开 自己累得力气全无 包着橘子呈大字形摊在床上 海王和小雨走过来 我有气无力地 指了指八宝柜上的橘子 有橘子 新鲜的泪一起吃啊 没想到海王和小雨 扑通一声跪下 咚咚咚给我磕了三个响头 我惊得活生生 从床上驴打挺弹起来了 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 头磕得几乎要把地面撞个洞 奴才贱命 怎么配亵渎太后娘娘的吃屎 我浑身发抖 一种不祥的预感引绕心头 你们 你们叫什么名字 大宫女的声音一扬顿挫 奴婢橘子 大太监的声音阵容发聩 奴才小牛子 我颤抖着鼓掌 干巴巴的 好 好名字 一连十几天 每天我都会发现有人穿越回去 丞相不旅游了 开始递交复制申请书了 太傅不开超市了 开始捋着胡子 教园起功课了 将军不再监督父子了 开始训练新兵了 武师倒是还教学生跳舞 但是他不再翻键高歌了 太皇太后追耕的话 本子也断更好几天了 就连小白狗都开始吃屎了 婴孩都不臭了 我悲痛的发现 自己似乎是留在这个世界的 最后一个穿越者 这种未知的痛苦 好似阎王爷告诉你 五更来取你狗命 你从三更就开始痛苦害怕一样 好在这个王朝 已经被整治得差不多了 假以时日 必定可以重见辉煌 我每天都要 勤勤恳恳地叮嘱元起 发表告别感言 而啊 要好好读书 好好为政 做一代圣君 元起很聪明 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和叔叔姨姨吗 我高深莫测 不想让他伤心 揪着胡话 万事皆有可能 元起煽情 那娘以后还能见到我吗 我甘笑 如果有盗墓贼 或者考古学家发现了你 魏娘一定会去你的墓地周围转几圈的 元起又问 你在你的世界 过得好吗 我想了想 魏娘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有手有脚 自食其力 温饱不愁 我摸着元起的头 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你的现在与我的世界息息相关 你能治理得强盛一份 救你就是救我 我们息息相关 互相拯救 看着元起惆怅的样子 我停止煽情 开始犯贱 如果你能统一全世界 让汉语统治世界 让英格力士滚出差纳 魏娘百年后 也会从棺材板板里笑死 我替她抹掉泪水 当然 做不到也没关系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地势越来越飘忽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不清 原来抽离身体的一瞬间 像是灵魂出窍 我痴痴地看着小小的元起 我的小皇帝 我亲爱的孩子 永远 在每一个日夜交替中 在每一处明月光辉下 在每一生佛寺终生里 虔诚地千变万变 向神佛祈求你平安健康 多乐少难 穿回来的时候 正是同学聚会 工作多年后 高三班里第一次举行同学聚会 彼此之间既尴尬又生疏 到处都是礼貌的客气 我在饭桌上 晕头转向地醒过来 猛然想起来 穿越之前 大家在饭桌上正在互相寒暄 臭神啊 咱俩当时还是同桌呢 王局长您客气了 能和您坐过同桌是我的荣幸 学伟当初那么喜欢跳舞 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哦 生了孩子 在家照顾孩子 我整理着脑子里爆炸的信息量 如梦初醒 这个世界似乎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他偏要我们找回十七八岁时的自己 他要南远北辙 要两极必反 他让校爸穿成狗 学渣穿成太富 海王穿成太监 他要我们去体验截然不同的人生 惩罚我们没有坚持自己的本心 但他又次给我们一个 重新做自己的机会 放任从小喜欢跳舞的学伟大跳特跳 放任一本正经的班长游山玩水 我恍然大悟 抬头时目光正对上老班 我心虚的低下头 当初考试时 语文古诗词填空满江红 我被蒙了 写错了一个字 因为这种低级错误 老班一直念叨到我穿越 忽然有身边的人拍了拍我肩膀 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学伟 全班同学都不苟言笑 一本正经的看着我 我紧张起来 他们不会忘记穿越这回事了吧 怎么提起裤子不认人啊 我试探着与学伟碰杯 学伟 最近还好吗 学伟微微一笑 阴阳怪气 学伟我们错了 我知一定会接你出冷宫的 我惊得脑子一片空白 全班同学爆发出一阵 惊天动地的暴笑 我彻底猛了 激动的结结巴巴 你你你 你们 张宁宁大笑着推了我一把 蔡贵妃 穿回来有点晚啊 就等你了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笑脸 高兴的要落下来累来 我又哭又笑 看着同学们 挥打破之前的僵硬冰冷 热情洋溢的插口打混半嘴 大家有仇的报仇 有怨的抱怨 其中以臭神和笑爸最为猛烈 臭神精准攻击 笑爸无差别攻击 臭神笑着揪住班长的衣领 班长你变态 趁机占我便宜 笑爸阴沉着脸 一字一句和我们算账 好狗 去找些吃的来 最好来吃烧鸡 还让我去吃屎 我看到已经年迈 头发灰白的老班森秀兰 举着果汁杯 冲我摇摇一晃 无声地说了几个字 我为你们骄傲 我终于落下泪来 友情真是这世界上 最奇怪的东西 可以冲破所有的冰冷隔阂 一瞬间逢冰化水 万物复苏 学渣忽然拍拍我 想什么呢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就又把话接上 经历了这次 大家改变都挺大的 我已经决定了 要重拾以前的梦想 好好看一间超市 班长已经准备请假 好好旅游一段时间 学尾请了保姆 打算去重新学跳舞 学尾已经喝醉了 晕头转向地凑过来 猛着头大声高呼 多少岁开始都不晚 我是小蝴蝶 我最棒 手打小蜜蜂 脚踩扑棱鹅 耶耶耶 我高兴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看向学渣 真挚又认真地 回答他刚才的问题 我刚才在想 能够再次遇到你们 真是太幸运了 全班一起高声干杯 我们 永远永远 永永远远 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